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全球就会发生两件大事去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 第一件事就是11月5号美国的大选结果 第二件事就是11月6号美联储是否会进行降息操作 很多人觉得这是北美的事情 为什么会和我们有关系 其实关系非常的大 因为美联储是否会降息或者是谁去当选 完全是影响到了未来我们的经济和贸易的一个活动 首先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都去猜测川普的胜率 而且也做了一些川普的交易 大家可以回望一下16年的时候川普刚刚竞选成功 可以说川普的当选是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暴冷的事件 从他当选以后整个的美股走势先是走了一个下跌 可以说跌幅超过了4% 但是后续的话在整个一天的时间里完全的修复了这一个跌幅的行情 因为他整个的宣传的言论就是要给企业减税 然后要去盖墨西哥的高墙 甚至对墨西哥的比索和墨西哥整个的一个汇率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而且还包含了日元或者其他的因素 因为整个美元指数现在依然开始走强 现在美元指数是104的上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人币的话在最近这些天轻微的跌幅超过了1000个几点 现在在岸人币是7.13左右 离岸人币是7.14 而整个美元指数波动的这个频率 欧元指数占比超过了50% 然后这些什么英镑日元还有一些加币 可以说他们占比就达到了90%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美国国债也是 现在10年期的美债利率重新回到了4.2 可以说很多的机构从一开始一个月之前 预计从现在到未来的12个月 美联储会进行150到190降息的这个BP点数 但是现在很多的机构都开始逐渐的趋于保守 觉得美联储可能只会降息1.25% 也就是说125个BP点数 这个都是影响到未来的经济 而欧洲现在也很担忧 说如果川普真的上去了 那么对于欧洲或者欧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像整个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德国 你看到德国整个的GDP也开始出现了降速 因为德国首先它的三大支柱 制造业 然后机械再加上化工业 欧洲其实也是依靠着农业奢侈品制造业科技 你会明显的看到欧洲人的工作叠加上懒散的效率 他们个人劳动产出是偏弱的 而对比于美国 你会发现美国个人的劳动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 而在看全球平均的这种劳动工作年龄 其实全球都在逐渐的进入到一定的老龄化 可是美国进入老龄化的衰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 再有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出生人口 近30年来从2000多万的高峰现在一直低于了1000万 而整个的房地产行业 你无论是从开工再建 还有整个的代售 其实我们的房地产是很难再有真的一波婚配的人 马上把这个房价去推上去的 所以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指跌与回稳 而整个美国这两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影响是非常重的 首先我们整个924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基于了美联储进行的货币降息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再叠加上财政政策去进一步的发力 你会发现整个的市场上 因为总共分为三部分 收容数据分为个人部分 企业部分 还有政府部门 现在的话个人和企业都在逐渐的减小贷款 或者说减小花销 那么现在唯一能承担债务带领经济走向繁荣的只有政府部门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表 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 还有整个中央政府的负债率 我们从20年以后都开始逐渐的增加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续的话会有很多的特别国债 然后也有一些说法是可能未来还会再继续发行2万亿 做什么评准基金 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些所有从政府流出的钱 它是需要有收益的 或者是它是需要做辅助民生的 辅助民生可以不要收益 但是如果它去做一些托事 或者一些其他方面 它是需要有一个交代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一些预测 有整个的一个交易图表 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到 大家一些有高预期和低预期的 比如说就业或者整个的通胀 或者未来一些其他影响的经济 但是你会发现从10月开始 整个美国发的所有数据都是偏向利好的 也就意味着向全球去解释说 美国的经济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的美债这一次 在23年24年 它支付的利息是第一次超出了这么高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川普继续的去成功当选 那么对于整个美国的通胀 其实是预期增加的 而且它很可能不进行将期操作 为什么 因为它必然会增加关税 或者是增加一些摩擦 不单单是和我们 整个的欧洲其实现在一直都害怕 欧元区的话 很多人都害怕 欧元可能会跌幅超过10% 所以很多的一些人 我身边有一部分 现在已经处于一定的 就是远离市场的状态 因为他们不选择去拼搏风险 去有一些不确定性 只有到11月6号以后 当整个的所有确定性 都来临的时候 才会进行一部分操作 当然这只是跟大家说一些看法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体很多的图表 无论是整个我们的摄容 M0 M1 M2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详细的解释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 整个的市场 我们现在的温和通胀 如何去解决 还有如何让整个的经济进一步的增加 也就是涨工资 还有就是增加就业岗位 这个都是需要很长很久的一个路 需要走 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地步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三个需要的难题 既需要我们经济的增长和内需的活力 又需要我们货币的稳定 保证出口和进口 还需要我们中国的经济持续的增速 让世界看到 或者说惊艳到整个全球的经济 像去年的时候 全球平均的GDP增长只有3%左右 而中国的GDP增速是5.2% 像美国其实90年代在G7国家里 它只占经济总量的30% 但是到了现在2024年 美国这疯狂的加息和降息 美国现在占据几乎50%G7国家的一个生产力 还有 现在美国随着整体的一个股市 或者他们美债 吸引全球的经济 现在美国的GDP占据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额 而整个很多的图表其实都反映出了 经济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那么当不正常状态持续的久了 很多人认为是正常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经济危机 这个都是必然的现象 然后呢 未来也会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一些财经新闻 和一些财经个人的见解吧 今天呢 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